向远九盯上芸汐的消息 很快就传到了沐飞池的耳朵里 看着下属递来的资料 就差没把人家祖宗十八代都查个一清二楚了 其余人看了眼自家少帅 资料是从他手里过了一遍才传上来的 倒是没有什么不能让他看到的 只不过这韩婉林还真是阴魂不散 少帅顾念两家交情 再加上韩婉林的父亲有恩于他 才没有下狠手收拾寒家 他是真当少帅这么心词手软菩萨心肠 开玩笑 你见过哪个从战场上下来的男人菩萨心肠的 少帅 这个人你打算怎么处置 这么个小混混 估计少帅还不放在眼里 莫飞池收起手里的资料 随手扔在茶几上 沉冷凌厉的五官上掠过一抹狠意 韩婉林挖的坑 你当那只小野猫毫无察觉 小野猫除了芸汐那丫头 估计也没谁了 那丫头确实聪明 可这一招美男计苦肉计的 可真是防不胜防啊 谁知道 韩婉林在后面还会怎么做妖 这美男计 毛都没染气的混小子 你也不怕折烧了他 莫飞池轻吃了声 那轻蔑不屑的语气 明显的 没把这么个毛头小子放在眼里 呃 秦元上上的闭了嘴 这件事我们不用插手 那丫头自己会处理 她若要帮忙 她自己会来找我 少帅 您还不如将计就计 让那丫头 自己找上门来 不更好 她可没见过 少帅 也有这么含蓄的时候 从来都是决策者 坚定果断 报道骄傲 刑事处逢 完全对得起她的身份 说到底 她还不就是 想有个光明正大的借口 见见那丫头 就好像上次拍卖会的时候 她在背后做局 最后还不是引得那丫头 爬窗进去了 我都知道 讲计就计 你当那丫头不知道 要是坏了她的事 回头 准备跟我闹 说这话的时候 她自己都没察觉 话里那番维护和宠溺 几乎已经成了 她潜意识里的习惯了 她倒是不担心 那丫头会吃亏 她妈那种人 都没在她手里 占到便宜 更何况是别人 哈罗瓦林 这么放飞自我的 做死也好 她的耐心有限 将来 也不必找借口 收拾贾家了 你派几个机灵点的 跟在她身边 有事通知我 谁要是让她发现了 自个儿 找李子兰领法 是 齐元战直升 进了个礼 暗暗叹了口气 虽然他们都是 特战队出身 可那丫头 也不是不同人啊 被发现 是迟早的事 得看技术高不高而已 还有 让人把大白 送回木工馆来 在基地里养着 性子都养野了 是 属下 这就通知基地 当初是谁说 会吓着那丫头 所以暂时 养在基地来着 这才没一个月 就打脸了 木飞池垂眸 看着落地窗外的 水池花园 已经入秋 山顶的气温 比山脚低几度 空气却清新很多 山上的野杜鹃 开了不少 好几个颜色 开得格外绚烂 栽在这庭院里的这棵 是她从别的地方 带回来的一株 七彩杜鹃 一棵树 能开两种颜色 水红色和白色 开花的时候 相映成灰 很是耀眼 那丫头 上次过来的时候 还盯着她 瞧了很久 一脸好奇地问 啊 为什么 跟虾虾的杜鹃 长得不一样 那样 狡黠灵动的丫头 她倒是很期待 韩婉林这个坑 她要怎么将计就计 反败为胜